其实除了大家所关注的中印边境的问题以外 张先生还曾就另外一个边境接壤部分提出过他的忧虑 这个边境在过往极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条接壤的边界线 那么这条存在安全隐患的边界线究竟在哪呢 我们不妨来听一听张先生是怎么说的 还有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中国和阿富汗边境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边境 因为很窄 中国和阿富汗之间通过一个瓦罕走廊进去了 这是一个边境线 结果中间一个走廊 走了好几十公里进去才是阿富汗 这个地方呢 瓦罕走廊这块说起来中国跟阿富汗还是接壤 但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走廊进去 这个地方我们在过去紧张时期 阿富汗战争干什么这个时期是封锁的对边境 将来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攝 корoss Urm 是福利亚转场了 相当一部分的 阿富汗是进入到阿富汗 就跟基地组织合流了 也有可能河流 也有可能另外又打起一个旗子来 它跟基地也搞不到一块去 所以说但是总的来讲 阿富汗增加了一个新的恐怖组织 所以说对中国和阿富汗之间的边境 有可能构成新的挑战 我想出来的呢 2018年这几个地方可能会 不是太安静 其他方向还好 好的 注意 说这伊朗法塔赫110 轻型短程弹导导弹 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来头呢 其实说起来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脑外科大夫 他干了一个心脏外科的活 他的原型啊 就是苏联大名鼎鼎的 萨姆二地对空导弹 在越南之中被击落的美机 94.85% 那是被这个萨姆二干掉的 说这个戈村 他自然就有戈村的高招了 伊朗就在萨姆二的基础之上 发展出来了法塔赫110 它更化了固体的发动机 开发了新的制造系统 整个外形也做了一定的修改 它可以从固定阵地上发射 也可以用这个发射车发射 机动性啊就非常的强 最新的型号 它做到了一车两弹 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一个火力迷路 在这次打击美军基地的实战之中呢 它所表现出来的突防能力和精准度啊 还是不错的 在2002年的9月份 第一代发塔赫110进行了一个飞行测试 射程为200公里 那么据外界推测啊 到了现在的第三代 它的射程可能已经达到了300公里 说弹导导弹 这名字轻不大明白 但是听起来好厉害 它是怎么端掉目标的呢 其实它的原理啊 就像咱们平时打篮球 投这个三分球 定好这个角度和这个速度 这搜的一下 这球就按照一条固定的抛路线 飞出去去击中了目标 所以这加一句啊 咱们现在老说的这个反导技术 其实指的主要是反这个弹导导弹 等它一发射的时候 马上就测算出它的速度啊 角度啊等等的各种数据 然后呢在中段或者末段 在它计算出这个弹导之后 开始去拦截它 你说你去拦导弹 导弹就等着你拦吗 也不会的 这时候呢中段变轨和末段机动技术 它就应运而生了 你比如说 它在导弹上安装这个燃气多 在气流的推动之下 哎 它突然这么一下 它给你改变这个飞行轨迹 你就好像说 我要上这个栏 你拦我 那我就要上下左右的这样黄你 所以我们看啊 它整个弹道 不再是一条固定的这么一条抛物线 你根本就摸不准 我要是怎么去动 那还有更牛的呢 有的弹头啊 它可以像打水漂一样在那滑翔 这就大大的压低了弹道的高度 搞得你是既摸不清动向 又减少了有效的预警时间 眼看着这个导弹 就飞过来了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弹道导弹的厉害之处啊 它并不在这个短时间内高密度的这种火力投送 那个都是火箭弹去干的出火 弹道导弹的杀手锏 它就是一个高速的图防 隔山大牛精准打击这个重要目标 由于它这个突然性啊 太强了 而且基本没发防 所以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威慑和心理压力 你想想 爱了第一次打之后啊 它通常也不太敢马上开始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跳动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它会又来一波 那这实际上呢 也就是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作战的能力 弹道导弹从二战末期进入实战之后啊 一直就在这个突防和反倒这两件事里面啊 来回的这个纠结 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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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 但是矛的变化 它总是比这个盾难怪 弹道导弹在未来战争中 还将是打击的力气 好的游元 这次咱们出导链的航母啊 有个非常大的看点 新 所以大家看啊 咱们的编队呢 是由这个052C 还有这个052D的驱逐舰 还有054A和056的呼卫舰组成的 这全是咱们新型的主力军舰 爽快 特别是这次这个056型的轻型呼卫舰 那是打破常规的编入了一个编队 其实这就说明啊 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水电舰艇 那都可以随时的进行编程 组成一个航母编队 不过呢 咱们这个航母啊 整个的出征远航 也是陆图巡舰 你就比如说这个日本啊 它都很酸 可是它不爽啊 所以派出这个军舰 飞机啊 这个潜艇啊 这就一路都跟踪下来了 这个咱们先不说 咱们就先说说 这次路过的这边 宫古岛 这宫古岛啊 它恶守了宫古水道 日本其实早就在这个岛上 演练过去不熟一种 88式的岸队舰的导弹 150公里的射程啊 它可以把这个国际航道 进行编程 不过呢 这些摆在明面上的东西啊 实际上还不是最大的危险 最危险的在哪里呢 那看不见的地方 水下 呃 无可否认啊 这日本它可是一个潜艇的小姐 那这次呢 它立体尾随咱们的这个编队 你谁也没法担保 他们是不是就干点这个 咽不出流 手脚不干净的事情了 呃 我们假设啊 日本的这个潜艇 它真从水下 钻到咱们整个这个编队的里边来 那这个毒刺啊 你必须要拔出来 这时候咱们的带刀护卫 潜艇 那就要调解大人 呃 有的朋友就问了 说咱们的编队里不是有专门这个 反潜的呀 这种驱护舰吗 你干嘛非要这个潜艇去上阵呢 呃 一物相遇 因为在巡航状态的航母 这个反潜的主要任务 还是要靠潜艇来完成 航母编队它正常的巡航速度啊 一般呢 是大于啊 15节的 也就是说每小时15海里 大概接近30公里的时速 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 驱护舰本身那个声音是很大的 它自身的主动声纳 还有这种被动声纳呀 实际上是发挥不出什么作用 而潜艇人 这个舰艇不是有个拖拽声纳吗 那它需要的工作速度啊 它最好反而是低于时节的 这个拖拽声纳 实际上潜艇放出来的一个尾巴 你想想 一个军舰带着个尾巴 它是不能保证这个巡航速度的 所以随行的潜艇就成了带刀无畏 专门水下 捉嘴 要是发现了对手的潜艇 那该怎么收拾它呢 潜艇这个刺客 它有一个天生的软肋 那就是一旦被发现 无力自保护 所以啊 只要发现了对手的潜艇 那么编队的反潜机啊 它马上会投下去这个定位的这个目标 那么这下水下这个黑鱼 那可就变成了 岸板上的一条死鱼 你怎么处置 那就是我们说了算 航母远征啊 水下一定有带刀护卫 前进 那么它是航母的一个水下保护神 而作为航母呢 那出海可不是为了抓水下的小鱼 那是要走向远阳 去对大 这下水下的小鱼